2月10日 王健林在洛阳被偶遇身边跟着各位保镖 阵仗十分强大 迅速引起网友观众 画面中 王健林身穿黑色长口外套 已经68岁的他满脸正纹 十分销售 当时王健林一路参观 工作人员帮忙讲解 身后各位已经保镖 场面十分热闹 现场王健林如同领导视察工作一番 气场之足 与此同时 另外一名网友在白马寺遇到了王健林 其实王健林已经很多次来白马寺了 每次都会捐款上百万 终于来到寺庙有如此大的排场 也在情理当中 据悉王健林此次来洛阳是过来躺合作的 举手投资之间大老饭十足 此前 王思聪上海打人事件造得飞飞扬扬 一度传出花了200万才资料 这段时间王思聪逼教了很多 已经35岁的他 整天吃喝玩乐 经常被网友调侃不务正夜 也不想回家接管公司 不过王健林迟早会把企业交给儿子 不知道王思聪什么时候会收听呢 对此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